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露丝 确实是有着很高的人气和热度 但即使是这样 对于罪火二字 赵露丝还是有些名不副实的 只不过随着其表白肖战一事持续发酵 赵露丝也完全担得起这两个字了 和大众印象中的标准美女不同 赵露丝圆润的脸型和那不那么精致的鼻头限制了她的美貌上线 不过却意外给其增添了一分娇憨 赵露丝的外形和赵丽颖 谭松韵等有些相似 接地气且没有太大攻击性 十分具有观众源 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 赵露丝在小花中必定会有展露头角的那一天 只可惜因为这次风波 让观众心里的好感败了个大半 起因是赵露丝疑似发文表白肖战 当红小花爱上顶级流量的娱乐圈爽文戏码 在现实生活中上演 自然引起大众的高度重视 小圈先来给大家回顾一下赵露丝给肖战表白事件 10月30日网上流传一张赵露丝个人社交账号表白男星肖战的图片 图中的内容是以赵露丝口吻说 喜欢你并at演员肖战的账号 该消息一出 在赵露丝粉丝和肖战之间引起极大的热议 当网友摇摆不定的时候 赵露丝的工作室随即出面辟谣 表示赵露丝未曾有过表白肖战的动态 网上流传的截图不过是营销号伪造的 还能看到上面的批图痕迹 同时也会追究营销号的责任 这也让网友马上倒在了一边 纷纷对造谣者吐槽不断 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不买账 早在10月30日下午的时候 乌龙事件没有发生之前 在某八卦论坛就出现了帖子说 赵露丝喜欢肖战 似乎是在为晚上的事情做铺垫 果然在晚上的时候就出现了疑似赵露丝社交账号发文表白肖战的动态 此后没多久 赵露丝工作室出面辟谣打假 不过这个时候网友似乎都认为是赵露丝自导自演 因为工作室反应很快 给人的感觉就是提前准备好的 而至于赵露丝为什么会和肖战扯在一起 是因为两人曾经合作过古装奇幻网络剧 哦 我的皇帝陛下 肖战当时在剧中饰演一位王爷 赵露丝饰演洛飞飞 不过剧中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虐心 肖战的角色就如同琉璃中的玉丝凤一样 剧中赵露丝饰演的角色并不喜欢肖战的角色 肖战的角色为此还曾流下过痴情的眼泪 赵露丝属于有点婴儿肥的可爱样子 许多人认为他和肖战很有夫妻相 有表白事件起头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热搜 算来算去有好几条 当初表白截图被爆时 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工作室发声明辟谣 登上热搜 赵露丝本人在发文 登上热搜 吃瓜群众递死赵露丝绿茶上热搜 好友发文替其鸣不平上热搜 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内 这位心境流量小花的影响力 已经不比一些顶流来的差了 不过这些热议中 关于赵露丝的评价却不怎么友好 起初还只是肖战粉丝一方面的原因 但随着赵露丝一句没有伤害任何人之后 一些吃瓜群众也加入到了 递死赵露丝的大军中 其中不排除有赵丽颖 刘亦飞 迪力热巴 等圈内成名已久的明星的粉丝 之所以这么说 也是因为赵露丝此前在网络上似乎劣迹斑斑 刚成名时被质疑拉踩赵丽颖 刘亦飞 什么赵丽颖接班人 颜值不输 刘亦飞等之类的营销全网都是 成名之后又被人质疑 拉踩迪力热巴 夸赞赵露丝资源和发展 比肩热巴的文章不在少数 如此种种 这些明星的粉丝 对于赵露丝可以说是积怨已久 如今有机会嘲讽 这些明星的粉丝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 于是乎网络上对于赵露丝的风评 可谓是一边倒 甚至就连其个人微博的热评中 都是一些负面评价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算了 就连圈内编剧于正也下场吃瓜 在11月1日晚 于正老师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出了两张绿茶的照片 疑似内涵赵露丝 也被推上热搜 于正老师可能也没想到会被这样联想吧 而在12月2日面对众网友的质疑 于正再次发长文回应疑似内涵赵露丝一事 称每一个在娱乐圈冉冉生气的人 总要经历各种留言 诋毁 伤害 无一例外 同时at赵露丝微博 称赵露丝是 无论从表演还是外形都属于属恶的佼佼者 本身有点缺心眼 但绝对不是功利者 他的团队肯定也想做好 但是还没摸到门道 对此赵露丝是怎么回应了呢 11月1日傍晚 在横店的影视节文荣奖举办时 赵露丝获得文荣奖最佳女主角 赵露丝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这一会对我来说稍微有一些尴尬 非常感谢文荣奖对陈千千的认可 感谢 摆明着是指这几天关于他上热搜的话题 之后赵露丝可能是怕有人再次提起话题 于是找话题与主持人对话 并推荐了横店的美食 最后在主持人问及赵露丝的未来打算时 赵露丝则表示 未来就是好好拍戏少数乱子 显然赵露丝的发言都是关于近期的争议 这也算是侧面回应了这几天的热搜事件吧 经此一事后 赵露丝的路人员就算是不崩 但也差不多了 而且对于一个刚喉没多久的流量小话来说 想要挽回这份路人员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如果你以为经此一事后 赵露丝就会就此凉凉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有网友发现经过这两天的事情之后 赵露丝在星星榜上的数据直线上升 名次从原来的第八直接攀升到第四 不仅如此 在某论坛 甚至还有网友将赵露丝和周冬宇 养子一同作比 称这三朵九零花 谁更有可能当一姐 且不说这道问题的答案 单单是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足以说明赵露丝的影响力了 被群嘲被内涵 结果回过头来看最大的赢家却是风波中心的主角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对于吃瓜群众来说适合滋味 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 身为流量明星要的就是话题和热度 哪怕风评有点负面 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 那基本上最终的结果导向就是好的 此次赵露丝事件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要了解更多圈内娱乐 欢迎关注我 收看更多精彩视频哦